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哪写哭呢 那不就这 受孕几率低 那不许啊 老公 你看你几率低我都怀上了 这是不是跟中彩票一样 你得高兴 来给姐乐一个 我保证不哭行不 啊 你给我吧 我去问问人大夫怎么回事 这一天我那心的 喂 媳妇 那个我到医院门口了啊 那行 你下班你赶紧下来啊 我就这段等你啊 好嘞 拜拜 臭不要脸 过来来 来来来来 别动啊 别跟我动手动脚的啊 有媳妇知不知道 你有媳妇跟我有啥关系 我告诉你啊 我媳妇老厉害了 正宗东北妞 特别胡娘们 一会她要看你跟我纠缠不清的 连你带我一块脑 知不知道 你有媳妇也得解决咱俩的事吧 不是我跟你有啥事啊 来 往这儿瞅来 好的 你这车刚才给我车门子刮了 哎呦我天啊 我这大二八八 你小KK的车门刮了 嗯 我还以为我长得花绒月貌呢 你想调戏我呢 最美的你 不是姐妹我就开个玩笑 我打破一下尴尬气氛 你看啊 就这个事它是个意外 但是这个意外 确实是因为我 这么的我管 哎呦挺着急 那当然呗 作为一个大老爷们 最重要的就是有责任有担当 既然这个意外已经成为事实了 那你放心吧 我绝不抵赖 这件事我负责 等一下 这个事你负责啊 对 你先别管我叫老公啊 在这事没解决明白之前 我不一定是你老公 哥们儿你给我过来来 你刚才说的事实是什么事实 意外是什么意外 就关于这个意外吧 就是我跟她之间呢 有一点小摩擦 小碰撞 发生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小事故 至于事实的话就特别明显了 都已经摆在这了 我就说这彩票没那么容易中嘛 大哥 你贵姓呢 免贵姓吧 师傅还坐我家隔壁呀 你别说话啊 郭子天 不哭 你要坚强地面对这一切 不哭 你就输了 老公你干啥呢 我干啥了 你这个造型 你让我脸往哪儿搁 你看出这样的事 你让我脸往哪儿搁 快快快 熟了熟了熟了 咋的 你过来你过来 咋的 你那么激动干啥呀 这事我不应该激动吗 不是你等会我捋下人物关系 你是她老公啊 对 那姓慧 送回家 我不要脸呢你 不是你看你别这么暴躁 我能问你个事吗 你说 我跟她发生那个意外的时候 你在场吗 我要在你港吗 那你都不在场 你有什么发言权呢 这件事里边也没有你 我跟她的事我俩解决行不行 你俩解决好吗 你放心 解决解决 解决来 你看咱俩这事既然已经出到这儿了 我应该怎么办你就说吧 一千块钱 一千行 一千块钱就行啊 一千块钱抹平就完了呗 对抹平就完了 一千块钱抹的平嘛 我说兄弟你是不是没听懂啊 你媳妇要的一千块钱 我说我给 钱你是给的 那抹平这个事实的后果怎么办 那一千块钱不就是为了抹平事实的后果吗 哎呀 我 就只要跟我成在那场 哎哎哎哎哎 你别这样啊 你先别生气 那个我知道就出现这种事吧 谁心里也不好受 这么的我先道歉行不行 我对你表示十二万分的歉意 我对不起 对不起就行了啊 不是那他说要钱我都说我给 你要觉得这个解决方式不行啊 你说个少这么的 这事是我的责任 我负全责 就大的小的我都负责 他把这小的都要一个都不给我生呀 啊 我说兄弟那你现在这样你不等于逼我呢吗 那这件事他我也特别无奈 他毕竟这个事就是一个意外 而且这种意外的发生几率还非常低 你是不是看我换眼淡了啊 不是我看你啥啊我呀 你买的谁呢你啊 不是我没买的你啊 兄弟你冷静冷静你冷静冷静 你冷静冷静 我给你准备玩啊 喝钱还摇一摇是不是 不是我 你干啥啊你想 我没有没有 哎哎哎哎哎 兄弟兄弟你别急 哎哎哎哎哎哎哎 喂喂 坐下来 请拿请放啊 哪儿拿的放哪儿去 哎呀 我过来来 行行行行 干啥呀干什么 不是不是出事了 我那自行车给人车门子刮了 这么不小心呢 你刮车你赔钱 你扛他干啥呀 不是我扛他 他跟我嚼下 我感觉他想讹我 这事真不明白 我去问问他咋回事 大兄弟啊 哎呀我 这家咋还哭了呢 遇到这事谁能不哭啊 你这点小事你不至于啊 这么大的事不至于吗 至于至于啊 那出现事咱就解决问题呗 是不是 那也没毛病 那姐妈我老公刚才跟没跟你说 这事他咋解决呀 我说我要一千块钱 他说行 对 那你掏钱 哎哎 这个事就不是拿钱能解决的事 不是媳妇 没完没了的呢 啊 这也就是碰上咱俩 都是讲理的人了 你知道不 这要是一分钱不给你 你都没地说去 不是媳妇 你那话说的不对了 这事都毕竟真是我干的呀 是 你看 他都承认了 要不咋说老公爷们呢 我跟你说 你这事啊 你弄不好 你走保险都不好走 贼费劲 你要不然这么的 咱一人退一步行不行 老公咱再给大姐多拿五百块钱 行一千五千五千 晚上再给姐介绍个认识 我大表哥 专业整这个的 正规场所能开发票 那没老平呢 你能开发票 我都没地儿报 这人太烦人了 老公啊 你老妹挺诚恳的 就是 再说了这事也不是都赖他们 也是我自己没看住 我说你 你怎么能没看住呢 不是 兄弟 赖我赖我 你们到底想咋的呀 你太欺负人了 我看一下干什么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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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整不了你 你俩是十分位吧 是不是 都会摇一摇 那个姐妹 你别生气啊 我为啥这么生气 你知道不 你老公这事整的 太磨叽了 那心眼太小了 你看咱家你大哥 哎呀 记得点啥事自个儿整明白的 上回也遇到会这事啊 钱都没要 自个儿就整明白的 咔咔的 我自己能办的事 我不求别人 哎呦 那你真是太爷们了 是 我跟你们说啊 姐妹我也是敞恋儿 这事儿拉得好 哎呀 好 姐妹 你要这么生多 咱以后可就一家人了 亲姐妹 好 媳妇赶紧给大姐留个电话 以后咱一家人处 礼拜六咱们几笔屁肤 咱泡文犬去 泡 泡 泡文犬去 我咋呢 太复杂 不明白 你仨心太大了 兄弟我真得说你两句了 这跟心大心小有什么关系 对 一生一点小事儿 你就一哭二闹三上吊 你还像不像个爷们儿了 大老爷们儿内心最重要的是谁呀 你得杨国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俩字 你得开心 对 我开心不及来 我的人生啊 我的三观啊 我滚出你们的身先吧 不是 我买 卖 我暗 我检查出来我怀孕了 他就拿出来他不能省 然后你说你负责 他是不是以为我肚子里的孩子 是你 推美的你 美啥美 推 不是不是 兄弟 先跟他解释一遍 这怎么回事 姐妹你也别着急 再一起跟他说明白就没事了 快点的 走 哎呀 兄弟